西九龍裁判法院毒犯逃脫的案件 和毒犯對調身份的男人提堂 24歲被告林景浩被控誤導警務人員罪 暫時無需答辯 案件押後至下個月25日 以便警方進一步調查 以及索取律政司法律意見不准保釋需要還押 案情指被告原先涉及一項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罪 星期二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獲准保釋 在法庭臨時囚禁室等候辦理手續時 同一個37歲被控犯毒 同座警辦公男人陳雪華 交換資料手帶對調身份 對方最後離開法院大樓逃脫